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爱尔兰的恐怖片通灵车窖 胖大姐虎妞是一位汽车教练 不仅车开得好而且饭量有效 虎妞继承了他死去老爸的基因 不但拥有能活见鬼的阴阳眼 还能跟刚入行了年轻鬼魂比划两下 在多年前的一次驱魔活动中 由于虎妞的失误导致他老爸炮灰出不幸遇待的喝饭 因为这件事他发誓今后再也不跟魔鬼打交道 由于虎妞的超能力很多人都知道 因此他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电话 蒙圈叔是一位单身父亲 自打老婆死了之后家里就没消停 换句话来说 他老婆的肉体虽然已经消亡 但灵魂还待在家里 一天到晚盯着蒙圈叔的衣食如影 甚至连蒙圈叔穿哪件衣服都在拨问 自要是蒙圈叔敢有不同意见 他老婆马上就会使用超能力给蒙圈叔点颜色看 对于这种整天活见鬼的日子 蒙圈叔的闺女春花是实在受不了 希望他老爸能给虎妞打个电话 想办法把他妈咪的鬼疯也弄走 蒙圈叔担心虎妞不接这种活 于是谎称自己要学开车把虎妞给骗过来 虎妞和蒙圈叔一握手 马上就感应到这个官服身上不干净 蒙圈叔铺垫了很多 而且还装模作样的开了一伙车 最后才把自己真正的意图告诉了虎妞 虎妞一听头摇的跟波浪鼓势 蒙圈叔走了之后 虎妞开着车往下走 途中看到很多鬼魂在街上瞎溜达 对他来说这些都是老叔儿的 这些鬼魂几乎每天都会跟他打招呼 跟他吃了吗 小胡子是一位昙花一现的个性 当年一炮而红之后便开始迅速运落 为了能闲鱼翻身 小胡子制定了一套完美的付出计划 这个计划除了他准备发行的专辑之外 还有一个跟封建迷信挂钩的仪式 原来小胡子跟魔鬼签了七月了 在血月出现的时候 用厨女向魔鬼签计 然后魔鬼会帮助他再次登上事业的电话 但是在献计之前 任何人不能打扰到这个祭品 不然的话祭品就会原地爆炸 但这件事小胡子还没来得及跟他老婆说 所以当小胡子的老婆 打算跟那个祭品聊两句的时候 祭品砰的一声就爆炸 小胡子说 你这个败家娘们 明儿晚上就是血月了 你让我到哪儿再去找一个厨女 为了赶在明晚献计之前找到厨女 小胡子拿着厨女占卜手 让开始到外面瞎学貌 虎妞自打跟懵圈叔聊了一次之后 这个至今还是厨女的大龄单身女青年 便无法自控的爱上了 那个丧偶的单身老男人 虎妞把这件事告诉了妹妹之后 她妹妹说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战 你要是想把懵圈叔给拿下 你就去跟踪她 观察她每天都在干什么 按照妹妹的话 虎妞跟踪懵圈叔来到一家伙部 懵圈叔之所以来这个商店 是因为她闺女春花在这当演员 懵圈叔说 那胖娘们不愿管这件事 我也没办法 春花说那不行啊 你要是不把我妈咪的鬼魂弄走 我就搬出去住 父女俩的对话 全被旁边的虎妞没听见 懵圈叔这边刚黯然离开 过气一颗星 小胡子拿着手杖来到了商店 原来根据手杖的指引 懵圈叔的闺女春花就是她的目标 小胡子和虎妞两人 在商店门口走了个对面 巧的是 虎妞居然是小胡子的歌迷 虎妞说 你那首仗剑走天涯太好听 我是听一次哭一回 你还有没有更见的歌 小胡子说 我的新歌剑不拉机 马上就要发行了 敬请期待啊 小胡子走进商店 偷偷拔了春花两根头发之后 回到家便开始了降受的仪式 懵圈叔晚上回到家 他老婆的鬼魂又开始下折腾 这懵圈叔无奈啊 只好给虎妞打了一电话 为了自己的心上人 虎妞带着他老爸的全套工具 来到了懵圈叔家 虎妞上楼一看 这间春花正漂浮在办公中 为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虎妞查看了他老爸留下的影像资料 屏幕上是一只悬浮在办公的山羊 根据资料显示 在向魔鬼献祭的时候 处女的身体便会漂浮起来 这个仪式跟小胡子即将举行的仪式 是一模一样 为了保护春花 虎妞用特殊材料做了一个固定咒 戴在了春花的头上 虎妞说如果想破出咒语 就必须集齐七个灵魂的灵外质 也就是鬼魂去往灵界的时候 留下的黏黏的物质 然后把这些玩意 抹在春花的脸上就没事 小胡子给春花吃了魔法之后 和老婆开着车 来到了懵圈叔的家门口 等着春花飘出来 可由于虎妞给春花带了固定咒 小胡子的魔法不起作用 这个时候 小胡子看到懵圈叔和虎妞 把春花抬上了车 随后懵圈叔和虎妞 在一个垃圾箱里 找到了第一个鬼魂 收集鬼魂灵外质的程序并不复杂 首先虎妞会利用超能力 让鬼魂附在懵圈叔的身上 然后懵圈叔会把灵外质 从嘴里吐出来 两人忙活了一晚上 已经收集了三个鬼魂的灵外质 为了阻止虎妞的行动 小胡子借着学开车的机会 偷走了虎妞的发带 两人配合着解决了不少的麻烦 在一次替客户寻找宠物的过程中 由于虎妞忘记了咒语 导致他老爸炮灰书被汽车给撞死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虎妞才发誓 今后再也不跟鬼魂接触 这次和懵圈叔打打 虎妞担心心上人会因为自己的失误 而向他老爸凉挂的 因此开始打退档鼓了 懵圈叔说 我知道你对我有想法 如果你现在退缩 那么这辈子你都别想再得到我了 虎妞权衡利弊 最终还是决定继续干下去 懵圈叔那位死去的老婆 也挺善解人意的 一看这二位有戏 于是便让懵圈叔换了一件新陈衣 懵圈叔和虎妞 首先来到了龙套姐家 自打奶奶去世 龙套姐发现奶奶经常会出现在厨房里 收集了龙套姐奶奶的灵外质之后 两人又马不停蹄的来到了张大爷家 张大爷的妈咪已经嫁个西游多年 但最近通过墙上的路头又回来了 从张大爷家出来 两人又来到了一家饭店的户竹 把一个在厨房捣乱的鬼魂的灵外质搞到了手 由于还差一个 两人只好来到了懵圈叔老婆的墓地 懵圈叔告诉了虎妞自己老婆的死因 是被一个小木中给砸死 可见生命是多么的脆弱 祭奠完懵圈叔的老婆 两人带着瓶瓶罐罐回到了家 虎妞开始利用超能力召唤懵圈叔老婆的鬼魂 很快懵圈叔老婆的鬼魂就上了懵圈叔的身子 虎妞正在跟懵圈叔老婆的鬼魂 讨论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的话题的时候 小胡子那边利用虎妞的头发开始做法 很快就把冲花头上的固定周给解除了 当一帮人来到楼上 发现冲花已经不见了 这个时候一只喜鹊出现了 这只喜鹊不是外人 正是虎妞那位死去的老爸 大家伙跟着喜鹊一路寻找 看到冲花正跟着小胡子的车向前漂浮着 血月之夜 把冲花弄到家之后 小胡子开始了献祭仪式 而与此同时 虎妞等人也跟着送外卖的小哥 进入到了小胡子的城堡 献祭是个很严肃的事 而且需要背大量的台词 本来小胡子的记性就不太好 他那位不让人省心的老婆 还在旁边唠唠叨叨 可把小胡子翻透了 上去就把他老婆给宰了 当虎妞等人赶到的时候 地狱之门刚好打开了 春花蹭了一下就掉了下去 蒙圈叔一看疼的是肝肠寸断 就在小胡子洋洋得意的时候 恶魔又把春花给扔了上来 恶魔说你违反了我们的约定 这小丫头骗子根本就不是处女 蒙圈叔和小胡子一听 两人都蒙圈了 蒙圈叔说闺女啊 啥时候的事啊 是不是狗圣那孙子啊 春花说我是拉拉啊 这件事跟狗圣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小胡子说太不像话了 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样 恶魔说这事还没完啊 祭祀还要继续啊 我们需要另一个处女 小胡子说大哥 你也看到了这哪儿还有处女啊 恶魔用手一指虎妞 说他就是了 把这个大胖妞给我带过来 大家伙一听都大吃了一惊 虎妞也觉得特没面 眼瞅着虎妞要被献祭 可把蒙圈叔给心疼坏了 虎妞说如果我不是处女 那我就安全了 你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吗 蒙圈叔也是过来人的 马上就心灵神会 这件事的难度系数虽然高了点 但两人的完成度还是不错 影片的最后 小胡子和恶魔全掉进了地狱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想要成功走正道 千万不要瞎胡闹 敢跟魔鬼千奇约 迟早让你交饭票